得到温饱 不得一失 从阳取名 那像这类众生 他的障碍因缘就多了 他与佛法 还能信吗 与佛法 这顿根少信 就是他业障很重 不信佛 他信的不信 还能得到吗 信佛的少 那就说 行善的就少 修道的就少 得道的呢 那个极少了 乃至于没有 到这个时间呢 渐渐于三成中 信心成就 于佛身上 不论小成中成大成 不论哪一方 生不起信念 学世间的禅定 发住通义 制止所有寻命 是转无有 就根本没有了 得神通的 得智慧的 这个世间上 没有了 乃至于自己知道过去 得到说明通的 没有了 这叫末法 得道者修道者修禅定的 信心坚定的 一切全无 这是末法现象啊 咱们现在将近 还没到 我们还有这么多道友信呢 这么多人学习啊 末法一万年啊 末法才一两千年 还没深入到那个程度 但那个时候 不知除药 不知道除三那道的药境 你学佛嘛 修行嘛 就除三那道了 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他怎么修呢 不知道就修不成了 这个时候的人 根基非常顿 顿根 就换句话说 没智慧 对佛法不信 或者少信 那这没有征上缘 换句话说 没征上缘 遇不着好通常道友 也遇不着明词教导 就没有征上缘 不但换一城道果的 没有啊 乃至小忠诚 三城道果 全没有了 现在听说 谁得道了吗 听到得少 我出不加八十年了 我遇到的得道的 我因为是得道者 不多 在我的心目中 我所尊敬的大德们 大概有十几位 但这十几位 也不是得道 也不是说当生 给你证的俄罗汉国 乃至行菩萨道 证的道国 只是这样因为 因为 像我们知道唐朝道宣律师 正得世国和罗汉 天人证明 给他送饭 天人说正得世国了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 有些个大菩萨 我们印识不大 他四线的根本差不多 实际上根本不一样 得末发世线 虽然是正道着手 那些文殊普贤 光阴 地藏 没了 他们都在人间 都没离开人间 我们是不是印得道的 那得看我们个人的辅度智慧 你个人有辅度智慧 你会遇到大 你辅度智慧 因缘没有 印识不到 因为在这个坚定现象 菩萨说呀 他的主要目的 就想要么明白善乐 向善去乐 他向佛请求 就是这个意思 佛不跟他说 对 而叫他去问 请问地藏王菩萨 这个咱们后头再讲 坚定信菩萨上来这段话 请佛这段话 是佛常说的呀 佛经常说到了末发时候 那些个现象 是什么现象 不过坚定信 在这又重复起来了 说佛你说的这些话 你别忘记了 意思就是这样 那现在这个时间到了 应该怎么样来使这些人 觉悟 能有法可义 有法可学 所以我前头 我前头举那个 文术菩萨教母的三种其心 这是我根据华言议 文术司令菩萨在 这个后评上说 说我们学法呀 要会学 怎么说会学 怎么说不会学呢 达到什么样的什么会学佛法呢 那佛叫什么 善容其心 就是文术司令菩萨叫什么 善容其心 但是我们这个用心 不会用 要学学文术司令菩萨的 华言经的净情品 对 那有一百多种 你怎么样来用你的心 那就是善容其心 对 这些个 这些个说的 说的呀 跟做的呀 很难得相复 如果我们说的 跟我们自己所做的 言跟行相合 乃至于心能指导心 心能启发心 这就更难得了 这就更难得了 更难得了 第一个 我们先要把贪臣词放下 我们去天天念 我们道友们 每天都要念 我们的贪心放不下 不管你贪神 有贪念 你从外表上不容易看得到 以前我们寺庙 有个寺庙里头 有一位老和尚 修行蛮好的 蛮好的 从外表上看着非常好 他贪心不舍 不舍 这是历史的啊 历史的故事啊 那么他集占了几十年 所有攒的钱呢 那时候是花小银子 他把它集成一个大元宝 算在腰杆上 睡卧不理 那有一次他解小手 那么稍微一不注意啊 这绳子断了 因为他继了没换绳子 继腰带绳子断了 这一段呢 所画这个人妥妥呀 就掉到那个 憤慈里面去了 那时候我们在寺庙 对于解手的地方是大的 大毛峰大厕所 不是像这个马桶 这毛桶掉不下去了 掉到大粪坑里去 怎么办呢 那这个老和尚 放不下啊 长了这么久了 跟着他也就死亡了 死亡了 他还有他的道理 有他一定修行 有功力 死了他并没有变 变了一个乌龟 爬到憤慈里去了 抱着那个元宝 抱着他那顶银子 他给那个直克斯托梦 他说我因为放不下 贪恋 堕落了 现在啊 我请你帮助救我 这个是在孟总 这是在孟总问他 我怎么救你 他说你 请人把那分子掏尽 完了时候 那个元宝啊 你拿我的元宝钱呢 给这个剩下 给我打载共众 给我忏悔 而师父就照想 这个医院给他做了 做了他就得救了 就协同了 但是他还有部分修行 除了贪之外的 他别的功夫 还是很好的 如果没个别的功夫 他也做不到 能给这个托梦 给直克斯托梦 这是一个故事了 所以我们在功夫 用功夫的时候 修行的时候 你可以检略你的身心 有没有特别专注一下 我说这个故事什么呢 他是专注那一项了 全部精力 用到那个展前上去了 如果不是专注一项 不是专注意境 不会有这个现象 那么如何不能把这个专注性 送到念佛上呢 没这个善根 没这个善根 我们大家 对于我们的修行 念佛 或者你专注一行 或者送经 送金刚经 天字不断 永远如是 这叫功利 这叫功利 你乃至于送一部尼陀经 你临命中是绝对生得到 说怕的什么呢 总断 送送断了 我修行人 如果你几十年如一日 专注一门 都可以 我看见一个人 咱不说他名字 也不说人 就是现在的 他对佛 你说他信吗 不信 你说不信吗 他吃大悲咒 我听他念起大悲咒了呀 念得我糊了糊涂 我不想他念的什么大悲咒 但是他几十年就这么念 活了九十多岁 他也吃肉 他不吃松 但是他临命中是非常的轻重 他九十三岁吧 那他跟他的儿子媳妇嘱咐 他说我要死了 我要走了 我不吃了 你们帮助我 或者请师傅们念经理 自给我念大悲咒 不要念别人 那他除了信大悲咒外 别人都不信 怕能够预知识字 知道他要走了 而且走的时候呢 别人向我讲啊 走的时候非常清楚 他说观音菩萨来引导他来了 来叫他来了 接他走 虽然没说极乐祟 他念大悲咒就是观音菩萨救他 他就来观音菩萨把他迎走了 我信佛的人很信 我也很信 不管他别的一些错误 不管他 这是他念大悲咒几十年如一日 只要你有异行法门 这就叫功夫 对 就怕什么呢 今天修修这个 明天修修那个 完了回头是总断 效果就没有了 在这个无尽那世的末法时代 所以 我们要用一门 叫深入 不是整身的研究 你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你从来一天没断过 阿弥陀佛还不能接你吗 但是 你得那些大悲咒说的 光念不行 义佛念佛必定见佛 你口里念 心里还得想呢 心想就叫义佛 口里念佛心里想佛 这大悲咒说一定能见佛 这是在冷眼睛啊 二十五元通 大悲咒说他正得圆同 就是意念